нашLive 這個TOP的話你可以從這邊 可以得到就是你怎麼去用做考念的工具書 然後以及就是你怎麼去 你怎麼知道哪一種 COPE就是程式嘛 哪一種算是好一點的 至少要有一定的水準程式嘛 然後第三個就是你怎麼去 自己去寫出一個好的層次 那這個在那個過場域的書上都有教 那因為書它那個書在國外的寫程式論壇上面是很明顯第一 如果你看KATIS的時候你會發現到 有去把它放在第一位上面 所以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書 就是拿這個報索 去看就知道 那在 這邊我會提到 因為我在KATIS上我已經有說要講這個 可是後來我覺得好像講這個太多了 因為太多重點很讚 所以我都把這兩張解釋掉 那還有我們在這個talking 我會學到任何關於語言方面的一些 detail的技巧 然後還有那個 你怎麼去處理語言和code 我是因為昨天很簡單的介紹說 什麼是好什麼話也夠 剛剛可以講什麼原因 那整個例子就是啟發性格 讓你去思考說 可能這樣的例子你這樣洗 可能在你的語言的話 不如手 可能照那個語言的方式這樣去洗 那現在我那個整個過程就是說 我等一下要先探討什麼是好快的 然後再來跟大家介紹 簡單的介紹說 你的那個變數啊 命名 還有怎麼去做一個好一點好看的變數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那個整個程式的控制 像是回圈啊 遺幅那些的 很基本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教你們用一個 文理開發的方法叫PPT 就是 sudo code 的那個programming process 去創造你自己的程式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就是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再問三個問題好 調查一下 你們會不會想過說 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同學 寫得夠的 他不懂 有嗎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樣想過 沒有 那有人想過說 為什麼 你看到他的程式碼之後 為什麼要吸成這樣 為什麼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說 OK好我們知道這問題的點了 那我們就在想 我應該怎麼去演部 他的程式碼 再反過來說 自己的程式碼 跑得不好應該怎麼吸 然後要再看 Sorry 你不是我點 好 這邊有中文 那第三個就說 你怎麼去寫作一個品質好 然後 可不性高 或可理解性高的程式 那書文 你的answer寫作在這邊 那我不太了解 為什麼台灣這邊 對於這本書好像都 對不起 這不是我點 不然你用這個東西 好 就是看很多台灣的學生 好像都沒有去自己帶 學生時帶多多這本書 所以這本書對你 比學的原來重要 就是你要怎麼去規約出一個 怎麼講 怎麼去自己產生出自己有一個 common sense 做完體的一本書 聽有些 有些部落客 有些大神在說 他們自己看這本書之後 過了幾年在看 會有不一樣的領目 所以 這本書算是 應該講 你考GIE 會有文保書 那種 類似經典的那種 做軟體的書籍 那 你們用這個 這個 這本書去看完 之後 文完一遍 那下次 看到其他人寫的書 你就懂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寫 那這個就是 集所有進化 在一起的 OK 如果你是 比較有經驗的開發者的話 我建議你 第十一跟第十八章 然後 如果你是比較初學者 對理外力開發不是怎麼熟 那就可以先從第四到第九章去看一下 喔 sorry 我講慢 如果你是 你是比較初學者 像學人家 你應該先讀十一跟十八 如果你有經驗的話 可以先看十跟九 如果是你們公司那些PM 你可以先請他看一下 呃 一般工程師在做程式的時候 會有怎樣的問題 請他們先提亮 工程師 在開發 所面臨的 一些挑戰 那如果你是 在team中 開始start起來的時候 你要規劃這個team 有一個標準的standard 像你的coding style coding convention 你就跟他講說 可以先來看這一個 反射 那這邊是那個 那個 那個 coding 那個中文的簡體版上面 那個做的 建議一千句讀的 好 那我們先進到第一個part 那我今天講的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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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就是你的coding 其實 各位可能會有一點 很難 我是在想玩 多體質 多體質大概分成兩倍 那就是外面 外在給誰會看到 那體股硬性 正不正確 還是其他的 但是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我們今天只是講 我們的程式內部 寫code 應該怎麼樣 要一定有品質的話 就是在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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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算是 code 的 應該算是 sofair的 那個 turnal這些的 像是 你可以maintain 然後有彈性 然後 然後你可以重用測試 你可以 understand這些東西 所以 把這個 code quality 這邊 分成兩大項 一項就是說 就是 我跟你們講大項 就是我今天講的 很重點 第一項就是說 你寫程式碼 最好 就是能夠 可以自己去說明 這程式碼在寫什麼東西 第二個 就是 你除了程式碼寫的 可以像寫的英文文章 要寫得很清楚以外 你要怎麼去做一個好的design 把你的程式碼寫的 有一個 遊戲的表演 寫的是正確的 可以做unit testing 可以做其他的 就是 那些 那些 always很級的表演 類似就如此類 好 那 這些就是 等一下要探討的 那我等一下會先從那個 從那個 從那個 tun tun 從這邊開始講 那這邊開始講的話 就是先從最簡單的 這個bearable變數開始講起 那 再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圖案的意思 這邊就是 不好扣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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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好的 哇 這沒有根 沒有音效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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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想問一下各位 這個程式碼 是不是是什麼問題 可以嗎 對 就算非常可以 大家可以舉個手指高的部分 這樣 不可能沒什麼好想 自己這樣 好 這個程式碼是說 就是它這邊 一開始是講 你自己宣告的變數 不要淋你的 使用那個變數 你的態度 應該好的 應該像這樣 你宣告這個東西 你在下面一行 就能夠用到 這最好 因為如果你今天寫的程式總共有 一千多瓦 你在一開口 就宣告說 這個變數 可是你再不擺它 才用到你 那幫你看程式碼 他就好從頭這樣 滾動他的話數 然後看到你們到底 宣告什麼東西 那我相信對 你在trace這個code的時候 你也很困難 因為就很煩 所以 不知道其他圓 是不是有其他的 像其他frenwork 是怎麼寫的 不過基本原則是這樣的 所以我這邊講 任何一個 好的sample 跟不好的sample 都只是一個 啟發性 你不思考 只能把code寫好 但是他這邊的sample 沒有說一定對跟錯 所以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好 這樣子他書上提到的規則 就是 小的跟大的 最好是這種小的 不要離太遠 簡單是這樣 你看 那邊是在第十章 可以先去參考 我下面這邊 都有他的章節 就是 然後我有把這個 slide放在那個slide區的上面 然後之後 也會幫我 幫你那個 平台 然後大家有興趣 可以給你去看一下 好 那這個code 發生什麼問題 你再問一下 大家知道嗎 好嗎 他這邊是說 就是你做這些 這些 這些東西 其實 他是有一點規則性的 他是 有沒有看到 你要去得到一個舊的資料 跟得到一個新的資料 其實 然後下面都是 頭一毛書籍 就是新的跟舊的 其實像這種程式嘛 非常的 也不是這樣 就是不好去理解 他在寫什麼 那如果你今天 把它改成這樣子的話 就知道說 如果這段程式嘛 這在講 很久的 資料 怎麼去 怎麼去存的 就是print出來 然後新的的話 是這樣寫 當然 程式不會這樣寫 因為他這邊 只是舉一個例子 跟你講說 如果類似這樣的事件 你就要把程式嘛 推類好 這是第一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如果你今天使用一個 那個 一個變數 像 像這個tap 這邊扣一下 就 沒有沒有沒有我 好 這個問題是這樣 你今天 如果寫一個 四則預算好了 你會把它 導到一個變數上面去 然後之後呢 你會用這個變數 再從那個地方 被導給他 就是這樣發生 一個大字面的錯誤就是 這個變數變成 你從不再用它 這樣非常不好 因為你在做 程式的時候 最好是 希望每個變數 都有它的意義存在 你這邊做好 這個意義之後 你下一個 你自己的東西 就要去做別的事情 你不能跟上面 知道什麼 如果今天B&N trace很靠近 你這邊發生問題 誰知道是上面那個tap 還是下面那個tap 還是下面那個tap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故事 然後再來是你的 變數命名的方法 我相信大家寫的過程式 都會這樣寫 X啊 A啊 V啊 C啊 就給它這樣 方便了對不對 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就是 你要把你的變數 做什麼東西 就像英文單字一樣 把它寫清楚 就明白 這個程式碼在做什麼 OK 那我再帶外面 那這邊的話就是 呃 章節第十一裡面有 那個 變數命名的 通用的那種 規則 就是 好的變數的話 其實它會寫很清楚 說這是在幹什麼的東西 然後它 不好的話就是像 X1啊 CD這些東西 其實你根本不懂它寫什麼 對 然後再來是 如果你今天要命名變數的話 什麼樣的長度才算 正常 太短的話 對不對 那太長的話 你就覺得會變數來寫什麼 太長 你知道這變數 很清楚是要幹嘛 就是 講一遍 1 OK 所以剛好就好 大概 怎麼說 2到3個單字之間 能夠描述你的變數幹嘛 其實就很足夠 那 這邊沒有講什麼Poly Style 就是你的變數的Style 是KVC 或者是Haven 這邊是用KVC 因為這個是微軟來的 好 那這邊我想再跟大家講一下 Fade是什麼 這個 這個迴圈大家看是不是很正常 這個4迴圈 那我這樣問 正常舉重 就是這樣寫 正常舉重 OK 算 好 其實不正常 非常不好 應該好一點是這個 我跟你講為什麼不正常 是因為 它這邊的I 沒有E 然後再來是這邊 這邊它這邊要去 如果你從這邊 進步到這個 那個Wile圍圈 圍圈的話 你看它這個技術 變0 然後你在跑的時候 你去做技術 這樣比較有 相較於上面這個I的話 然後再來可以有的意義就是 你把每個都像剛剛一樣 把它變數都把它寫的 剪圖在幹嘛 這樣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在每個回圈都有 有 因為你很多時候 有多少回圈的話 你如果在 你是剛剛那句話 就是你在Trace Code 的話 有任何問題 就可以從這邊去找到 然後再來是這個 狀態的時間 這個Wile圈 它這個Flag 其實 你如果去看這個Flag 你真的不知道它在寫什麼 然後它可能有時候 是做比較底層的 語言的話 它會可以理解 0X1這種 這種 編碼的東西 所以 應該 把它寫成有1的名字 像它把這個Flag 換成這個Data Ready 好 Ready這邊 我這樣講會太快 還是比較需要 五六位可以 擋到我們的關係 因為這本來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叫我懂 好不好 那我這邊這個眼角 不會講太深的東西 因為 就是 大家第一張 可以就是 夠可力 1-1 好 好 再來是這個Tab 也是跟剛剛一樣 那個秘密要把它弄好 那這邊的話 我就跟大家介紹說 哪一種秘密方式 要去避免 就是 你不要放這種 像GWORD的秘密方式 如果大家有一個ID 它就會發現一些小error 所以大家應該比較少這種錯誤 然後再來就是呢 避免那個 你的那個 變數 一直太 意義太相近 像這個Input 跟InputValue 其實 Input什麼 跟InputValue 我想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 避免說不同的 那個 也是這個上面同比 就是 它跟Client Rate這邊 其實一樣 很像來寫一樣的東西 可是其他可能是處於不一樣的東西 那好演話 你要把它做成這樣 把它寫清楚 然後避免就是你的 第三點就是 避免你的變數 Five1 它你的發音都講 對不對 也不要取 類似相近的變數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變數也不要加上那個 這個Hallover數字 像是這個 Five1 Five2 Total1 Total2 其實在 人家看你的Core的時候 其實不懂 你那個 12345的意思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highline 你可能聽錯 或是你英文上面 打那個變數有問題 其實這個應該都要避免 好 那這邊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有些 有些 縮寫 大家會去把它揮揚起來 去 表示說某個東西 像 小寫的 RFD 可能講過 可是全部大寫的 RFD 是講的一個東西 它可能就有一個 前面一個 大寫 後面是小寫的 又是講第三個東西 那如果你是在 有那種 大小寫比較敏感的 上面的話 它的分辨是什麼 可是如果你是在 不敏感裡面 他可能不知道說 這個變數是指什麼意思 這樣我們會讓 你的partner 不知道你在表示什麼東西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英文 它是 它 它可以是 sorry 我這樣講 如果 你有其他國家 背景 然後也是用 那個 英文的字母化 就是盡量 不要去重複 使用不同國家 文件 像是法文 德文 它應該 你在寫程式 全部都是應該用英文去寫 好 英文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錯誤 我不知道 大家有犯錯過 一副一副 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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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副變成你的 變數 OK 我承認我反應過 我第一次寫的一副 這樣 你承認是嗎 好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有些你在寫程式 有些單字 只有你懂 或者是你自己亂創的單字 像這個 所以 如果你的Panel跟Done 這個意思在你什麼 它就會對你的Core 產生一些利益 所以你要把你的那些Core 的變數 變數 把它特別的用 比較 common sense 的語言 講出來做什麼事情 然後以及 這邊 很多 這種舉例 就是說 你這些變數是什麼意思 不要這樣命 那這邊可以命名 之後大家如果看到 你再去 再去翻那個 Core 桶片去看一下 看清楚 然後這邊有一個 問題 新的 這要問大家 你們覺得這Core 寫的好不好 它可以正常握 那你們有看到它 那裡有問題嗎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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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 沒有任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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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它才叫做Match the Number 就是 如果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別人怎麼知道 這個7代表可能第一 所以 他在提發 還是你這程度發生錯誤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7 也是他的限制 所以他發生錯誤 因為他已經出錯了 可是別人不知道 所以你要記得把你的那個 程式碼 在宣告的時候 特別在你最前面 哪個變數 它的值是什麼 用英文把它解釋出來 如果是年的話 一定是12 12到10 月份 月份是12 所以這邊是這樣去寫 那 我相信 大家覺得寫期比較方便 因為寫期就不會可以寫好 我不用再多大這些程式嘛 可是我跟你講 你今天寫程式多花一點時間 可以節省你自己跟你其他人 去幫你做chess hold的時間 就 就 好像看一本書吧 好像是亂提 他要亂提 他要亂提中間事業十年 失落了十年 他說了一個term 叫做 技術在 你知道技術在是什麼 技術在就是說 那個 你今天 很簡單 處理掉的東西 下次 你都不理他 他就越來越 很像債要越多 你今天做很多登體的事 那邊一點 那之後 之後去chess他 又去test他 或者是 去deplay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好多bug要處理 可是如果你這樣一開始 花多一點的時間 去把他寫好 整理好 那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去做debug 那你debug的時間 怎麼講 就算有bug 也比較好可以找 所以 就是 我覺得寫程式也算是有點做功的 就是 你寫程式也好像 對我會感到 對 然後再次講的是那個 故理變數 那 這個故理變數呢 其實 有沒有看到 他在做那個test 就是做判斷的時候 他 這樣做 太長了 如果我不問你 我就直接講 就是 你要怎麼寫的 就是你把這些 他這樣分 大概三個 他就是 他因為有 中間抑診跟 中間抑診 所以你把這些 做判斷的 存到有面數 存起來 做有意義的存起來 然後之後再做有禮服 再做判斷 這樣 做這個 長 大型的test的時候 才能清楚說 你今天是在做什麼 東西 然後再來是 另一個 也是一樣的概念 他做太多的那個 在禮服這邊 做太多的那個 所以你應該也是要用 我剛剛曾講的方式去做 還有 有人的那個parameter 會 就是直接用true跟false 這個我之前也判過 就是 其實這樣做也不好 你應該把它 每一個 存進去的排名 能夠變得非常 一一的直 一的變度去顯示 所以我現在花很多時間 其實 就是 就只要跟大家講說 變數 對你寫後很重要 好 欸 這是一個 做 I 就是 一到十二 十二 大概十二次的po圈圈 就是 這樣寫大家知道 I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那怎麼寫比較好呢 就是 引附地板 就是把十二千改一下 然後再來是 把你的那個 Fold 那個I 把它改成 月 然後最後最好的parameter 是這個 你把所有的 沒有意義的文字 換成 很像寫英文句子一樣 把它寫清楚 好 好 那現在我講的是 那個 你怎麼去做 我們的那個 那個 二十六星堂 資料結構畫 如果你有這些資料的話 其實你 Nets 這個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 Sable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成 就是 Employee跟 Supervisor的 區組分類 幫你這個變數 別人一看就懂 好 那接下來我講就是 程式控制的部分 這個程式的問題是說 他都是在做 Data的 然後 然後 他總共做三件事 就是 Mount Ptt Stell 跟Travel 這樣寫其實 好像有分類 但其實我剛好分類是這種方式 就是你把所有的東西 把它分好 別人可以看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 你寫程式的時候 請問 有人程式可以寫成 不同的那個 Function交在一起嗎 還是 Script 就是你寫在這個交點在一起的 這個 因為你寫的字其實就是 You are 有順序這樣下來下來下來 那邊已經看得很清楚 所以 OK 我發過這個 那後來 因為這樣寫得比較好 對 然後 然後 有人的 for if 會不會做多的話 如果他這個 發生了 true 因為他就不執行 那個程式 有人這樣寫過 好 酷 還是有執行 沒關係 然後他這邊做的意思是說 你 你發生這次 你可以執行 你去執行 就是 fails的時候 這邏輯還很怪 說實在 說實在 好 再來是這個 把它改在一點字片的這種 就好像Ruby好像可以這樣寫 就是 今天好像就是 Nuts 什麼東西 這樣寫 其實 這個code在影述就是 因為他這個 soundpass的 其實不明白在做什麼事情 他應該把它寫成那麼清楚 那如果寫更清楚的話 就是我剛才講 你把這上面的判斷 再把它存到你的電出去 類似這樣寫 那我相信 你們在寫後的時候 如果一點這個小習慣 是對你的 嗯 你知道 對你整個開外遊者 其實是有很大的progress 好 好 那先進來這個問題 就是做switch的 他是說 有一個 這是一個陣列 然後他會存到這個 IH裡面 那IH會根據陣列 第一個字元 去做判斷說 執行那一個程式 那這邊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到C的話 就copy 然後這樣做下來 其實這邊有很多問題 就是說 他不能這樣寫 因為誰知道C是什麼東西 他應該把它寫成 if 一直下來下來下來 然後每一個 做判斷的這個 這個東西 是非常有意義的 像是說你要做什麼 Copy 可以執行Copy這個 這個Function 然後Delete Delete的Function 注入之類的 然後再問一個 比較可怕的問題 就是 有人曾經試過switch 跟if的結合嗎 會 有很多 這樣行嗎 真的嗎 然後再來是 Loop 聽說很多書 都會說不要用old 對不對 所以大家應該有這個sense 然後再來是說 這個好一點就是說 你要在一個 如果是一個很多 不是for回圈的話 是一個 WyLoop的話 你要怎麼跳出去 一定是if裡面的break 好 再來是這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for回圈裡面有一個if 有沒有人覺得這樣寫有什麼不同 就是 你今天for 給它做一百次 可是你今天發什麼事的時候 又把它做 把i 就是把它跳出這個for回圈 對 and 然後 這樣 這樣 就 類似啦 就是 其實你不用寫for回圈 去做這件事情 要嘛你就用for把它寫好 完整的for 就是 pure 全的for 或者是說 你用wide 再用if去做break 因為你這樣做好像沒意義啊 你i 是 什麼時候會到if 100 的那個條件 你自己也知道 所以 如果你這樣寫下 是你的fix這個code的時候 你會找很久 不知道你code數說在哪裡 OK 這是多重回圈 j i k 對喔 然後也是一樣把那個命名 寫清楚 然後再來是這個 recursive 做廢視數頁 知道的 h或是c 可以看到有人用這樣做d軌 他說到不錯不要這樣做 因為沒有效果 你只要用簡單的loop就好 那為什麼不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 第一點就是 sorry 好 第一點就是說 如果 如果 因為有些人不常寫那些 異軌的裝飾 像是可能 你是Juneer的 他是Juneer的那個 Deviver 是Sineer 你這樣寫 Sineer應該也不會這樣寫 反正你這樣寫 他畢竟你不懂 你常用 他不懂你在寫什麼 第一個就是 不好 六個就是說 他在那個 扣考譯書上說 這個層次碼 他的效率沒有比 相對 這個後圍圈 真的很快 所以 如果你是做 廢視數列的 還是其他的 某些 有些還是會選擇 直接用後圍圈 去做會比較快一點 好 接下來就是做 不靈的判斷 那 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在 整個 要做不靈的時候 用0跟1去做 替代 那實際上 這樣做是非常的 不是很好 我沒有一個 絕對難 這是不是很好 應該是說 你要用 Tru跟False去做 然後 你預設的 Tru跟False在前面 你可能會 給他一個 預設的只是Fail 或者是Tru 那之後 他去做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你這在幹嘛 如果好一點的話 在第三個 第三個 D 原本就是用Nut 但是 還要再寫一工具 只要 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我講到這邊 有一個 就是最後一個 先過去吧 好 好 好 沒關係 我這邊講很快 因為我大概兩個小時 那就是希望說 大家 有任何問題 可以直接在這邊 然後 我就是跟大家做一些 新的分享 那 第四個 就是說 你要去 取得一個 high quality的code 大家都也知道說 你這個code 怎麼讓別人 異讀 而且怎麼寫才對 那接下來就是 你要去思考說 怎麼 自取產生出這個code 那我這邊只是 教一個很 因為時間 上的話 我不會準備太多 很deep的東西 所以就是 很general的 那 那 我相信 去直接看書 會更清楚 那下次 下次可能是 過兩個月後 會去開一個比較的地方 講說 才藏節 呃 什麼方法用 還是 createcode 比較好一點 好 那 你在做一個code 之前呢 其實最主要的 講到就是 contraction這部分 我相信很多公司 都是為了自己的需求 好像 或者實際的 基本上的壓力 就是大應老闆 一定要在時間內趕出來 可是你在做開發的時候 你沒有透過 完整的 應該說沒有完整 應該說沒有充分的 去思考 說這轉體怎麼做 就直接開始做下去了 所以 你code的話 你在 可不可以測試啊 可不可以maintain 那時候你都沒有發生到 所以我認為 在 在code的話 的部分上 contraction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contraction有 在書上說 有這些 Activity 應該要去參考 像是你的 你的 軟體的 Power Define 還有一些 Requirement的 那個 需求 都應該在設計 設計後之前 這個軟體之前 都應該會要 好 那這本書 主要是探討 就是 你 你 它 假設你已經有 問題 定義好的 你的需求都 確定OK了 這探討是說 那個 主要是 寫扣跟 提拔 還有你的 你的 Detail Design 那我等一下會特別講到的是這個部分 Detail Design 部分 好 所以 整個 concussion 在每個 activity裡面 它都是 iterated 就是 它是一直 重複在做的 你今天做Power Define 你不可能一次都會到位 你一定是 一直做 喔 真的已經時間到 只好這樣定義這個Power 就到 每個階段就是這樣 那我相信還有其他成品 你也是開發 那這邊我不討論 就是大家有一個 啟發式的思考 說應該是這樣做 會比較好 所以 我們知道大家都有思考 為什麼會寫一個 好的程式 好的軟體 那可能就是 設計上面就是說 它是一個 其實 是很發財的想法 然後 你可能很 很 很草率的去設計一些 像是你被寫 一些什麼 呆管 或者說 這個Model在哪裡 然後應該它的 Fall 那個 它的Flow應該怎麼走 那其實 因為世界上的 搞量跟成本 時間 成本 它有一些什麼 壓力在 你就要去做取捨 把它買一些 需求 有畫最前面 就是你的 有些順序 在設計上都考慮到 這些東西 所以你今天如果 你要跟你的 同事 討論一個新的軟體的話 你通常都是 用一個 其他式的 過程 去跟它講 例如這個 那我這個橋 就是因為當初 沒有設計得很清楚 所以那時候 它就壞掉了 那書上有提到 所以他們 因為這樣設計完 之後 他們做的橋 都不會這樣 發生問題 所以很多人說 第一次設計一個 最新的軟體 鎖面的挑戰 是很多都是未知數 好 那我說奇葩事 是這個 假如說你現在跟你的 同事 你的同學 去做一個 大家都沒看過軟體 我們假設好了 回軟 回軟要做一個WARD 之前 他們應該怎麼做 好 現在假如說 我們用這個方式去比 去比一個WARD 因為WARD 是長這樣 可是在他們開發WARD 之前 他們一定是畫一個 LACE 像我房子這個 說 我們WARD 要怎麼這樣 所以他們開始去跟同事 然後就說要這樣做 然後再來就是說 呃 軟體 的開發 我剛才講 是從 啟發社去思考 那 你不知道 那個WARD的開發方式 是從一個 一個 大品牌去思考說 下面的 是甚麼東西 慢慢做到 做到 或者說 你從一個 從一個 從一個 慢慢去做一個 到 做成一個 的產品 這兩個是有 只是不同的 開發方式 其實在任何軟體開發方式 其實它都是沒有差別的 沒有好跟壞 也沒有更對跟錯 只是你在設計整個 concretion的過程中 你要去做的事情就是 因為concretion是寫好 對不對 就是控制你的整個 軟體的複雜度 那這邊有兩個 問題就是 你今天 會有一個必要的 困難性跟 有些我發現的困難 你在設計軟體的時候 我這樣講 可以很抽象 就是 我用車子來舉例好 你今天如果要去設計一個車子 什麼是必要的困難性 輪子 車門 還有你的引擎 那哪些是 偶發性的困難性 例如 你的引擎是要用V8 或是用波爐 你的輪框是要用金屬 還是其他 輪廠 這種不是很必要的因素 對於你在開發一個車子的時候 那是可選的 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 這是 這是他這個在設計軟體上面 所用的一個批率 那再來就是說 你怎麼去做 剛剛講的那個 軟體控制作長度這邊 通常我們以一個 開發神聖Face來舉例好 他就像一個 拼衫 你這個 假裝是一個 就是 你寫程式那個 你必須把你的那個 那個 內部的 你的 你的 方便能放啊 你的程式怎麼寫 把它開了起來 是因為你自己寫這個 那如果你的 你的 你的隊友就會很信任 你說 你上面那些 你的Face寫的 他都很了解你那些什麼 他就不用care說 你比較到一些什麼東西 除非 除非 你的Pace寫的很糟 他就要去花時間去看 你的Pace寫的對不對 OK 所以 在 在那個 管理開發上面 就是你要把 從 如果從一個W去看的話 你今天做這個 假如說 你要做 或者要做一個 還有做另一個 叫做 你要怎麼把字體變粗 那這些動作下面 有幾個 Pace跟Foundly去做 你都不用去care 因為你 你還沒說得在上面 你只要去care 因為那你如果是那個 字體變粗 是電工程做的 你只要拿 你的 他的那個部分的 interface跟 Inventor 用就好 好 所以 要 隱藏你的那些 sauce 就是資料 然後隱藏你的那些 寫成詞的那些邏輯 把那些複雜性 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我們之前就要講到 就是說 你今天 資訊 把你的那些內部 你說 我想想想 你今天做那個程式的時候 你要把 每個 每個部分把它細分出來 每個Cats 做一件事情 然後只做類似的事情 不要混在一起 所以 Foundly跟Cats 這邊 就是你要去做 就是你這些都很clear 之後呢 就做到 對就好 所以 這樣做 就OK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封裝 封裝的意思就是 你今天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去看別人Cats 你不知道他下面做什麼事情 那這邊只比喻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說 這個房子 可是你卻不看不到這個房子 裡面 本人是長 用什麼材質做的 門法是用什麼材質的 這是封裝 封裝 去比喻你的 就是用這個Cats 去比喻你封裝的 那種概念 然後再來是 它這邊書上 是用大Picture 他們去看說 你軟體的Design 一開始 你要去設計的軟體 叫Software System 有這個Label 然後再來是指說 你的像 你或者有Cream的Module 或者有其他 程式控制 或是加上圖片 那些東西的 那些都是在不同的Subsystem上面 所以可能有 其他package去做 然後再來是 就可能 直接Print這個Module 裡面 有其他的class 去把它集合出來 就會產生Print的功能 所以我等一下會 探討 class 怎麼去做 以及下面這個 routine routine routine是在 在1980年代 它就是韓式的意思 直到現在 我們都稱它為方式比較多 所以程式你可以這樣去細分 然後你去 去思考說 怎樣做比較好 那通常就是 它也是那個 一直要從我去做的 我這邊講的都是 因為是講後快的 我要特別講說 程式怎麼寫 的流程 跟進步 跟大家說明辦 好 那 有很多原因去創造這個class 就是 你去降低它的複雜度 你去隔離它 然後 然後 還有一些 變得比較好控制等等之類的 我現在練的孤立的話 可以請大家去再看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說 講比較general的問題 就是 你要怎麼去避免 去創造一個 類似萬能的class 因為你要做那個 本體設計的過程中 你要把 呃 怎麼講 因為你今天是要跟其他人合作 讓別人合作的地方 它需要在 一個時間點上面 去做一個事情 所以你不能把它去 大家去開發 像是萬能的class 它沒辦法這樣做 因為腦袋裝不下 跟class也是假的 所以你在做class的design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細分分解出來 等於class也是做一件事情 類似這樣子做 好 然後 看到這個第三點 就是說你的class 其實不要去把它命名成像有 動詞這個東西 現在是講的命名的東西 他說class 其實就像一個包裝 他沒有做任何動作 是你下面的 class下面的方式 你的命名才要把它 動詞 OK 好 好 那我這邊講到 就是那個 你要做class的地方 有 有人學過 C++ 就知道了 這個ADT的這個概念 ADT的概念 就是說 你這個整個車子下 有class 那其他 這些屬性啊 那今天有什麼方形 去做引擎輪子 然後它怎麼傳動的 傳動就是好像是它的方形的意思 那輪子 就是它的那個資料 這些ADT就是指上面這些東西 那你可以從那個 class的 去看到這個東西 真的是你不知道 它的function 它輪子怎麼去傳動的 因為你不用care這個東西 所以你在做class是有點 用這種車子的方式去體育 那我今天再舉到一個 Sample 就是 這個是 控制字體的 一個舉例 你今天如果想要從12個 那個size 變成16的話 很多人都是這樣寫 可是後來 程式一直長大 可能又開始播了一個東西 就是 我要把它寫成這樣子 比較好 後來 你會講到說 我要Pixel去改 改這個字型 或者說你要去把它改成它的slide 像是這個 初體 當初初體你會這樣寫 0X02 這誰看完 對不對 然後再來一次 我們把它弄得懂一點就是 寫文字 可是到最後寫完能變這樣 可是這些東西就是你已經這樣塗上去了 如果你能夠想清楚 一開始就把它做好 一個命運規則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寫一下 你要清楚 變成知道怎麼去用它 好 那這邊我跟你講一下 這邊是比較 弱一點的那個 Obstruction 那大家請看這邊 這邊各個那個method 就是那個 我聽的地方 其實它都沒有做好歸類 也是歸類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是比較好一點的方式 就是它的 它的這個 命運 變速的命運 圈高 然後這邊都有弄清楚 像這樣 那更好一點是這種 就是 你的KS非常清楚 你本來是要幹嘛 像是它 你英雄路設的Face 或者是把它斷掉 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很容易用它 所以它這個 這個例子 其實就是 比上面的兩個都好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 不同層次 層次上的那個 那個 那個method的話 其實你應該 會發生過這個事情 就是它是 employee的 資料 可是它這邊要 list它的 中心 如果在 C-Shot 上面 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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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這個 下面 別人就不知道 它真實在做什麼 好 所以 呃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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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已經把 東西放到 Private裡面 可是 你的Private的 資料型態 還是寫著上面 其實對於 整個KS來說 是 不夠 有資訊開題 你需要是把它改成像這樣子 改成更 就像指標 直過去這個東西做什麼 因為你知道它 原本的 呃 你就可以 避免 避免別人去 trace 連扣說 一開始 因為別人可以 trace連扣 就是一開始的時間 走上來 就不用去 瞭解你的 下面Private Stream 或者什麼 好 好 好 那我現在講到的就是 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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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聽大家講的是它就是Function 好 那做Routine的方式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說 也是去做那個 這樣子的複雜度 好 OK 就捲過東西 好 那我這邊講的就是說 它這邊有個決定就是用Sudo Core的方式 它今天做一個磅秤的那個Sudo運算 對 然後 它說這個 這個其實它應該把它寫成一個 一個Function 它之後如果每次都有人來寫 它用這個 這個的話 它就用到這個去做 下面是它去Pull這個Function的那個 動作 好 然後它可以做這些東西 所以你的程式法其實就是要 呃 非常彈性去做這些 有些真的是重複 重複太多的程式 就把它寫成Function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 就是Naming的東西 好的Naming呢 你看這個 做好Naming就是說 你要去做一個Computer Report Auto 其實 它是說 你要盡量去描述你的程式的那個 那個 Function的名字 可是如果你今天 發現這個 那個 Function名字要那麼長 它說其實這樣也是很笨 那其實這邊發現一個問題是說 你剛剛說 設定這個 X跟Function的時候 你沒有想清楚 所以當成你這個Function要做那麼長的說明 他就說五步五去 重新去改你的那個想法 才去做一次 所以這個CAS的那個 Function名字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個 去避免那個 那個程式 他這邊就是說 你這個Handle Output 其實很GENERAL的講說 在做什麼 但實際上 你要把它講得更細 就是它是做Format 你的Print Output 好 那如果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就是他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你的那個程式 真的沒辦法 要那麼長命 那你就給他去吧 好 那再來就是大家那個 像是這種 奇怪的說明 Part 1 Part 2 這個 還有就是再來就是 嗯 CREAT Dump 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要統一的那個 GET 你看他這邊 他這邊有一個 就是有點歐歐乾陰 Employee 還有什麼 Dependent 還有Supervisor 這些東西 他都有一個 叫GET ID 那ID都有 他們就知道怎麼去用 那如果你已經 開發程式開發到最後 發現每個人的 GET 都不太一樣 像這個 Default就是 GET 然後這個是直接ID 他是說 你一開始就要想想說 你的GET ID的 命名是什麼 所以他這樣子寫是 很亂 所以最好就是 用這種方式 GET ID 一開始 之後你這個需求 都要這樣寫下來 寫清楚 然後 如果你之後 你在那個 五進的電源上面 你幫了 一下子 去利用 像最小 你就要用一個 對應的 相反的字 去描述下一個是什麼 因為你的 比如說 你的Function上面 有一個名字 那你就會有一個 Function 尽量多用這種字 去描述你的Function 然後他說 裡面你的Function 你的Code 唐數 最多不要超過200 那通常 你的Function上面 200 其實每個人看 已經算是很多了 我之前看那個 我們導師 他之前在微軟工作 他們寫的Function 就是很短 超短 然後 他們的Function 前面都有一些 寫 描述這個Function 在幹嘛 他講說 Input 然後 他這個Function 會得出 預期的什麼結果 然後寫的那個 註解 比他的Function 還要長 他就這樣 每個Function 這樣 所以等於 你在看註解 就是看程式嘛 好 那這邊 這跟大家講的就是 那個 Paraural 這邊 你今天 出入這個 Input 你在Mintone 這邊 不要再用 X 因為 你如果 開發 開發 開發很久之後 其實你最後 旅程的東西 是一個圍繞 那跟前面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這邊 也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 好像沒查 但實際上你在做 做這個 看扣的時候 有時候 看到一半 就會有點讓你 confused 減少這種事情發生 還有就是你在你的Function上面 最多不要超過7個Paramita 你輸入 Input的參數裡面 不要 不要超過7個 7個以內 是最好的 好 那今天講到這個 Sudo Code這邊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今天是最想開箱這個 很簡單 就是 它就是一個 high level 像是寫一個 你怎麼知道 一個方式去寫你的code 算是一個 很好的開發方法 它可以去描述你的 這個program在幹嘛 你的這個algorithm在幹嘛 所以你在做那個 寫程式的時候 一開始 從那個 看一下我 從你在做軟體的時候 sorry 你看一下 從這個 這個這個 五個比賽配合去看 你這邊去做 你決定你的需求的時候 你去做一個 初步的分類 你哪個系統要做什麼事情 哪個page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package的 可能叫print東西的話 它要哪些class要去做 它可能要跟硬體 要跟OS去合作 這些都是這個package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class裡面 它要去寫說 我做這個class好了 我要去補教系統 class 就直接做 只有單一這件事情 那下面的那些 方式它怎麼寫 然後可以把它走進來 它在規管好之後 你可以去寫說 下面程式邏輯 只能做 那這邊 在第五個level的design 這邊就是sudoboard 要寫的地方 所以 好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 sudoboard怎麼寫 比較好 你不要有任何語言的背景 去寫你的sudoboard 你一定要用 像這種 英文句子的方式去寫 你今天做好 你必出什麼 它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 你寫什麼事情 你不要寫下來 不要包含任何語言的特徵 在裡面 像衣服什麼 這什麼方法 然後 就讀在什麼東西 這其實 整個sudoboard上這樣看起來 是非常 呃 missunderstanding 這種code 所以 呃 這邊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sudoboard這樣 那你在做class的話 你要先去瞭解 就是你剛才講的 從上面design到下面 有什麼東西 可以變成什麼class 然後你再去做check 這樣有點像 iterated的方式 做完這個class的design 做完class的design的時候 你去做你的 這個function的design 那如果你去check這個design 如果你去check這個design 如果發現不ok 你表示你的 東西很不對 可是你已經發生很多次不ok的話 你就要回頭去看你的class 到處設計了對不對 好 那你做完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去看你的code 就是直接去做code 然後review 那現在有很多人都喜歡去做code review code review的話就是 就是你今天做好 我舉sudocode這個例子跟大家講 我今天寫完 我花了好幾次寫完sudocode 那我今天我同事在那邊 我說我這樣寫 我說我違背男人的很清楚明瞭 你去幫我看一下 那這時候我就用了後面的地址 挖好的sudocode copy上去 那之後他就幫我們看 做注解 做code review 他說你這邊寫這個地址啊 有問題應該怎麼寫 他就把它寫上去 如果大家有問題 他就知道我在講什麼東西 就等於是你 你在寫文章裡面就幫你校正 那等於是你寫後面 你大概也幫你校正的意思 好 那 那 他那個圖 code review 會不會再講一下 什麼意思 code review 因為是你去code 他是動詞 你去寫啊 寫這個方式 就是真的寫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的design有分5個principle 5個staff 你去design它 code它 然後檢查它 然後再看說有沒有乾淨 他這種4到4 它是一個internative的動作 然後一直repeat 這邊有寫的比較實力側面的方式 就是你現在去寫這個function前面的註解 你去遇到說這個coffee 你到底會寫什麼東西 要做什麼事 目的何在 寫完之後呢 你就去做註解 說這個bf 你就是開始寫桌扣 bf聖夢 我要執行什麼東西 然後bf打到什麼條件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幾次的回圈 把它寫進來 然後之後呢 寫完之後呢 你這些所有扣把它變成註解 一行一行的 我跟大家講得像這樣 這是你寫一開始的那個 說明片 maple 第一句掛了 大哥 誒 又好 有寫 自己給人家看 好 然後你先寫這個 這個function的助理 我們不知道要看做什麼東西 它比你們知道說 你的function感 再來就先來寫說 你這個設計這個function的邏輯是什麼東西 你把它寫出來之後呢 這邊是它那個function的interface 你把它寫出來先宣告 其實要先寫跟副先寫都沒差 不過你先把這個邏輯先突破寫出來之後 把它做成一個註解 註解寫完 你先把你 根據你寫的語言 填上去 這個語言應該做的事情 你寫python 寫rubin 你寫c 你只要follow你的這個sudo code去寫 喔 sorry 我不會跟你講錯 這樣的範圍 你要確定說 你這邊的sudo code寫得很清楚 之後才去寫你真實的code 會比較好 不然你會發現 欸這樣寫了 那python 就rubin好像就這樣寫 會有點 就是你要去練習才知道說 這個寫會比較快 所以就是sudo code創造的方式 那裡面創造的方式 最簡單的原則就是 你要有一個前面一個說明 然後 這一個face 這個是C的 然後在開始你寫的這些註解之後呢 你再去把你的code填上去 然後下面是他的片段 好 所以我今天講到這邊 總共講兩個重點就是 怎麼把你的程式寫的 清楚 然後你也知道說 這些程式怎麼一定 自己 自己寫的 就能夠自己作畫 別人不會看不懂你的程式 然後以及就是 你怎麼去design你的軟體 所以我今天講的很簡單 就是for學生 那 各位工程師 任何問題可以直接問 謝謝你們 謝謝 一開始沒有提到說 五六張時間 對 我會 就是 如果有同學 那我會一起放到 兩次到 你說 我現在一次課程要教授嗎 還是 我還沒做 對 因為我接到這個 這個老師的開啟教授來講課的時候 大概是 兩個禮拜前 那其實 我對 扣場面那時候也不是很熟 我一開始在 猛黑猛黑 開始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說 是要給 給大家看的 我想是 下一次看的 對啊 就是一開始是 想說 就是要給學生而已 所以 對 我沒想到說 有很多功能是在 跟我透明這個課 所以我在一開始 我就 跟大家講 講得很清楚說 這是Core Family 101 大家知道101的意思嗎 就是 Ruby也有101 之類的 這是初階課程 對 所以 我們 我預計 因為我自己 只有我自己在 因為我們做軟體在中原 中原自己有別的計畫要做 所以我是來幫他們 講 這個課程 算是 臨時的 大概兩個月會開一次 然後 好一點的話 我提前可以先放上去 就是你們去Corepiece 報名前 我就會先把書來放上去 給大家 這樣可以 然後 如果大家 有 真的讀過他們的書 早有時候 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對 好 那 我是希望說 下次辦的方式可能 希望這樣子 工作坊 大家自己帶電腦 然後 然後就開始去做 像書都報名前 可以自己開始寫 還是其他的 觀念 因為整個 Corepiece的書 就是 小技巧非常多 而且非常的精華 就是 你看過影片之後 你下次做軟體 回去再看 就好 類似這樣 OK 來問題嗎 謝謝 謝謝